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个视频 我们看一下第一局录像吧 要激昂一点 虽然天气,我们这边的天气很冷 这选将 有理点吗?那选个理点草造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先两倍数,时间的话这局也有20多分钟 我们二号位看能不能抢个手量 要不 或者 那应该是很难抢手量了 那开五中吧 这里我觉得吧 你可以多留一张杀 因为 就这个位置的话 你正常你也不大敢出来CAOE的 因为前面有个这么大的一个四血大貂蝉在这里 多留一张杀 他防一杀 就两杀一杀 防个那个嘛 两难以忘是不是 倒是个南上位的萌香 很萌 很萌的香香 三号位三血不卖,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五号位是开了个AOE的 低调 也低调 然后 叼长的话 就也没有铝布 他没有铝布 是因为他不想把这个珠连用掉 然后杀了我们的 其实 国战讲究的是 软功近交 你知道吧 因为 即使我们不是群雄 你打了我们 那如果我们脾气不好 我们出来跟你报复你 那我们两个人就是 肯定就打工了 你要打软位的 软位的他想报复你 他肯定 有更加 有困难一点嘛 是吧 你真的想去蛮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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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打的是 这个真的打的是不好啊 你先离间嘛 让吕蒙先出杀 那吕蒙他至少要出一张杀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你收不收人头再说 至少你可以离间一下 我不相信你手上一张废盘都没有 就是他就是想 赞别人便宜 看到三号位 就是三血不卖了 他就乐一下 其实三血不卖嘛 蛮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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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是属于特别猥琐 其实这里 可以丢口酒也可以 丢杀的话 也行吧 因为酒这个东西 只有续命和 和输出才能用嘛 是不是 那我们是 理点可能有时候也是需要 去用酒去打输出的 多低调 那我们还是 该 该无邪 该出杀出杀 丢个五股呗 使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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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剑 我杀不少 那你至少离剑 你肯定是要丢一张牌的 9 我杀 与斧子打下去 那这个三号卫 他肯定是无果了 那看来这个貂蝉 刚才蛮乐乐队的 然后他阴火了一下 居然丢个武器 加一颗防具 肯定是要留着 但是你这个武器嘛 也没必要嘛 你可以过三张牌啊 我的计谋尽备 这也是 从他的摆将 我们就知道 他的水平是怎样子的了 是不是 那这里肯定是要出战的 然后因为三号 是个三血 状态非常好的无果 我们可以当量 当量离点 盛来可扯 然后弄个戏 运气很不错 那这里没必要 给胡果去按关系了 那我们不用喝酒 因为已经是酒杀了 水八卦 这里因为这个 孙剑的那神托管 我们这个乐 其实就不好乐了 从状态的角度来看 肯定是无果 无果状态好啊 你看这个乳术 他刚才就是 他是神装的 然后这孙剑也是神装的 从状态的角度来看 血量状态的角度来看 肯定是无果状态 但是如果我们去乐这个大师 这个孙剑真的是在托管的话 那我们这局不就是送群手的吗 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万事就万事 而且还可以坑他的耗输 是不是 这里我觉得组长没必要去杀这个调查 因为这个钉缝挂着三剑两针刀还是挺可怕的 那这边没有必要去尖熊 因为他这里肯定是可以把两个凤雄收的 所以他手手还是比较丰满 那丰满之后 他就会把你的牌撕给这个时间 知道吧 所以你这个是没必要去 去那个凤雄的 我们拿个桃子 这里是真没想到 他是有有这个无邪的 远郊肯定是远郊村间是不是 因为我们原来手上是没有 没有无邪的 这你就不要忘记的 刚才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那这个状态还是挺难打的 因为这个 这个大师还是 是两滴血 毕竟有时候也有过牌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其实不是在占这个无国便宜 说他多广人我们才赢到 那他如果瞬间他不多广的话 刚才我们的乐是肯定是要乐这个 乐这个大师的 就按着按着的大师 说话人口齿有点很不清楚 不是有点是很不清楚 是不是 然后就这么 不瞄赢了 四个无果 有阴才有果嘛 有瞬间的托广 所以我们没有乐这个无果 他就这个选家的话 选四个 这个也可以选 要不选这个 其实 这个图盒也不是特别强吧 老猪 小猪格主要太烦了 你知道吧 这个时候一直针对这个小猪格的 真的很烦 活战这个环境最不该喘的就是小猪格 你入睡你夺室的时候你恶心的是别人 你没恶心自己啊 但是这个这个猪格是恶心的自己又恶心的别人 这一手牌不必出来为什么要开这个万剑呢 你硬上得了吧 那卫国出来开团了 三个卫国 那只有三个卫国吗 那六号位如果是个 是个卫国正常也会出来 三血卫国是没必要残着 成为一个三血不卖 还能同一个田 不错 那我们是有杀出杀不要去打这个五血 这里他可能是想要占这个铁锁的便宜吧 其实我觉得你没必要 你直接就怼这个六号位不挺好的吗 你杀完六号位之后至少是两张牌的一个手艺 蜀国 五果 群种 是不是两张到三张的一个手艺 然后这个 这下路中也真的是 对 乱刚 他这个司马你有什么好干的 难道是想要反馈你的冰凉 这还有什么好知 知名打死就得了吧 我们这里是不想让他顺桃子 其实这个能让他顺 其实这个能让他顺就让他顺嘛 你可以多留点黑牌去防御一下嘛 其实是不是 然后这马腾救了 其实这个马腾这个救倒是是问题不大 这一下因为你输了之后 你至少是两只伤害的一个收益 所以这个有的好救救就救了 然后他这边就 我们其实我觉得他是想着想着就是说 呃张辽可能会透他的跑出吧 但其实你想如果这个六号位 是吴国 是蜀国 你没必要去救吧 那是吴国是群雄 他出格会有两 两只三排的一个收益 魏国的话 他是有三排收益 那他这么多牌 他肯定是去打张辽啊 是不是 他正常也不会来打你们嘛 因为这司马状态还挺好的 是不是 然后这边就有个学者了 你可以赌这个六号位 不是不是群雄 你杀杀他 当然如果他是群雄的话 你们收益就特别低了 因为他要行动是不是 他如果他不是群雄的话 你的收益就很高了 所以这个是个赌我属性的 然后这个孔雯他没赌嘛 他选择去杀鸣的也行吧 岂有王若 那他肯定这个 这里如果是我 我就睡这个 睡这个马腾了 他睡上香的意思哦 他是想说 喂我睡 你看他说什么话的 他说养不熟的 这个是 这个属于一个喷子的说话 说法了 那为什么我们 就你现在人多呢 我正常我杀你 也挺妥的 是不是 然后这司马状态又不好 那这个大强到时候 摸两张牌 把这个 马腾一勒住 那这个局势 其实也不好空啊 是不是 毕竟这边 孙双枪孙船 还是个boss 来连弩了 那我们这个是有 那这个就是你死我活了 我们这神八卦神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们赢了 大概率是我们赢 有杀 那就是我们赢了 然后本期这个视频嘛 就录到这里吧 最后就谢谢大家 ciao 感谢观看